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天来8月7号任某的丈夫李某一看这不行找不找了 分别到妻子单位所在地的铁西区启公派出所和他们家所在的铁西区路关派出所报案 这俩派出所把这情况马上上报到铁西区公安分局 负责侦破大案要案的刑警一队 你看还挺重视 就在这么个时期 女青年方某和王某的家属也报案了 说这俩人失踪好几个月了 到处查找杳无音信 警方一统计 将近一年不到的时间 去公安分局借到的人口失踪报案 一共有30多人 其中呢 女青年占绝大多数 人口失踪 这永远在发生的一个事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多人失踪 这好像就有点不太正常了 铁西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的大队长 王德辰 这是一位50多岁的老公安 侦破过不少大案 有经验 他知道 这种人口失踪案呢 侦破起来非常困难 破案率很低 因为人丢了他有很多种因素 自己走的 被人拐走的 出车祸了 碰见歹人被害了 因素非常多 而且他也没有案发现场 能找的地方啊 亲戚朋友都已经找遍了 反正这种案子没有抓手 王德辰和两位副大队长 分析了案情之后 还是指派了308侦探组的刑警 立案侦查 根据经验呢 女青年失踪 一般有两种可能 一个呢 是被拐卖到外地 偏远的乡村 给人当媳妇生孩子去了 另一种呢 是被涂财或者涂色的歹人杀了 说起来 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一般呢 拐卖女青年 都是从村里边去拐带 那地方的生活条件 相对城市里要差一点 很多时候 这些女孩啊 也愿意到别的地方去 你把那地方描绘的特别好 虽然说比他们家还穷 您说的特别好 天花乱坠 一通喷 她容易上当 跟着你就走了 上那边享福去 但是这城市里的女青年呢 一般都没吃过什么苦 家里日子也都还过得去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您再加上城里人相对来说 法治意识强啊 人一找不着 马上就报案了 这对人贩子来说呀 他也不安全 所以说 大家觉得呀 这些失踪的女青年 被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这种案件 没有现场 侦破工作 往往会半途而废 不管废不废 大家都决定 往下查 以前呢 都是以案找人 这回咱们试试 以人找案 工作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排查了一批重点人口 308侦探组 这时候有新的案子要办 这个案子 人口失踪案 就由李福良带领的 202侦探组接手了 李福良啊 年富力强 经验也丰富 办这种案子 必须找经验丰富的 因为没有什么有效的抓手 只能靠经验往下查 两名组员 一位叫吕永胜 一位叫张东旭 都是身强力壮 他的得力干将 您别说这几位啊 接这个案子时间不长 还真就在这茫茫人海之中 理出了一些头绪 按照经验推断 女青年的失踪 必然和经常跟他们 在一起的人有关联 但是和失踪女青年 有关系的人太多了 刑警们呢 只好从大范围入手 在一点一点的缩小 这个排查范围 这种事啊 没有捷径 刑侦技术都用不上 科技手段用不上 只能是用这种最原始的 工作量最大的方式去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警方初步掌握了几十个 重点人的情况 其中呢 一个叫曹亚祥的人 引起了刑警们的注意 在这回排查当中 失踪的女青年任某 方某 王某 以前都跟他有过往来 嘿 有的呢 跟他关系 还有点过于密切 这个曹亚祥 当年三十二岁 是沈阳旅财厂的工人 一九九一年 因为头部受工伤了 就长年休假 经常混迹于铁锡区和平区的各个无常 你说这脑袋是砸坏了吗 跳得可挺好 他经常和身份不明的女人鬼混 他媳妇呢 在一九九五年四月跟他离婚了 八岁的儿子归他了 住在铁锡区燕粉街一段乐园里十二号 再往下一查 曹亚祥和失踪的女青年任某的丈夫李某 不仅都是这旅财厂的工人 而且私底下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两家人呢 也非常熟悉 谁上这家串门 碰见饭点了 拉张椅子坐下就吃 不用客套 李某比曹亚祥大级岁 曹亚祥呢 就管他媳妇叫嫂子 一口一个 哎呀 那个亲热 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曹亚祥啊 来找李某 李某一人在家 他媳妇上夜班没回来呢 一看兄弟来了 还快坐这儿 多点俩菜 咱俩喝两粥 推背幻展之际 曹亚祥这个闭闭机 闭闭闭的响起来了 他看完之后跟李某说呀 李某 你猜谁请我呀 李某说 我哪知道我呼的是你呀 曹亚祥就一乐 说 是嫂子 下夜班了 请我接她回家 酒意正浓的李某 正不愿意动会儿呢 就跟他说 那你就替我跑一趟 把你嫂子接回来 这回之后啊 任某下夜班 经常就传呼曹亚祥来接他 俩人这关系 那是越走越近乎 李某心里还挺感谢曹亚祥 你看我这兄弟 多好一人呢 叼着膀子跟他称兄道弟 没事就请他喝酒 你辛苦了 谢谢谢谢 话说 八月五号 这天半夜 任某下夜班之后 没回家 家里人着急呀 找了半天 没影儿 第二天 只是在保宫街的路边上 发现了任某的自行车 李富良探长 带着吕永胜和张东旭 抓着这条线索 开始明察暗访 他们了解到八月五号的半夜 任某在东北奈火材料厂不远的选矿药剂厂门前的电话亭里呼过一个人 之后就神秘的失踪了 那他呼的是谁呀 如果能把这个答案给他揭晓 那离真相可就不远了 警方马上和传呼台联系 让他们协助查找八月五号半夜时分的传呼号码 传呼台那边也非常配合 不配合也不行 通过大量的筛选 他们发现 那个电话亭在八月五号二十三点二十分的其他地方 那他一日干不了这买卖 肯定还有同伙 为了女青年们的安全 也为了把这伙人一网打尽 那现在就不能够打草惊蛇 曹亚强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 身高一米七不到 前额有点凸 眼睛深深的陷在眼窝里头 两条倒八字眉 什么叫倒八字眉啊 八字眉有个外号叫八点二十 倒八字眉十点十分凶效 这个人精瘦 腮帮子也往里塌估着 犯着那个灰白色 他在沈阳旅财厂没有什么劣迹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1991年的一次工商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那次工商呢 让他这个脑门上啊 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 虽然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但是成了他不上班的理由 在家待的乌鸡六瘦的曹亚祥 他就琢磨着上哪去消磨一下时光呢 还得说是歌舞厅夜总会这些个地方 灯红酒绿的多热闹啊 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这都是高消费场所 都比脸都干净 你上那里边穷晃的也没意思 面对那些坦胸漏背 对他眉目传情的大姑娘 大美女 他觉着十分尴尬 但是他又爱打肿脸充胖子 每个月不多的那点工资 全都扔到这地方了 他开始和一些无常的女舞伴 频繁的接触 那都是干什么的呀 就认钱呢 你舍得往我身上砸 那咱俩关系进展就会很快嘛 外边的彩旗飘起来之后 家里这面红旗啊 他就不怎么照顾了 他媳妇也绝出来了 工伤之后 这曹亚祥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你老不招家 什么事都不管 肯定就产生矛盾了 你一句我一句 到后来吵架 再到后来动手 这夫妻之间一旦动了手啊 这个裂痕不太好弥补了 曹亚祥呢 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把跟这些舞女的关系 从地下转到明面上来了 是个人就受不了啊 1995年4月 他媳妇终于跟他离婚了 儿子判给了他 没有了媳妇的约束 曹亚祥就好像是一辆没了闸的破车 在往下冲坡啊 一路冲到了罪恶的深渊 虽然说这人已经抓回来了 可是一没现场 二没人证物证 除非他交代 指认现场拿出证据 否则你真没辙 曹亚祥也知道这一点 一天两天三天一直跟警方这扛着 死活不松口 你们说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什么都不知道 审讯中警方问他 八月五号半夜 任某传呼你之后 你们上哪了 曹亚祥耿耿着脖子 我没接到他传呼 那大活人谁知道他上哪了 你不是经常接他下夜班吗 这回我没接他 审讯每回到这就僵住 进行不下去了 如何打破这个局面呢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任某下夜班之后经常传呼曹亚祥 但是他偏偏说八月五号这天 没有接到传呼 这种躲避和谎言的背后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罪恶 审讯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 刑警们把寻呼台出具的记录给他看了 这一下曹亚祥可有点慌了 他万没想到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居然还能调出记录来 面对审讯刑警的步步紧逼 曹亚祥也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吞吞吐吐的交代了杀害任某的事实 他说八月五号那天半夜 他把任某带到家里之后 想要那个啥 可是没想到任某不同意 他本来以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啊 我这半夜老去接你 咱俩一路说着心里的小话话 没来眼去的 怎么到今天你到炕头上了 你不同意呢 再说了 你不同意你跟我回来干什么呀 你戏耍我呀 曹亚祥这满脑子的浴火 变成了怒火 抄起家里的锤子 罩着任某的脑袋 就砸了下去 之后呢 为了毁尸灭迹 他又把这尸体啊给肢解了 当然了 这都是他事后的交代 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 已经无从知晓了 第二天的上午 曹亚祥骑着家里的稻骑驴 把包好的尸块运到铁锡区旁边的洋土箱 正家铁道口东边的臭水沟里 抛尸灭迹 这桩血案呢 早就在刑警们的预料之中 这是任某 还有方某跟王某的失踪呢 是不是也是他干的呢 副大队长连年有和202侦探组的刑警们一块分析 曹亚祥手段凶狠 他能够杀人碎尸 就应该不止干过一起 一定要深挖 你这边想深挖呀 那边曹亚祥又翻供了 刚才说的都不算 我一个人都没杀 面对这种情况 刑警们没有失去信心 经验告诉他们 越是大案要案 就越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 曹亚祥以为供出一个人之后 刑警们就会放松追查 可没想到正好相反 警方咬紧不放 四天四夜轮番审讯 曹亚祥那真是扛不住了 他招供 有五名女青年被他监塑之后 洗劫物品杀人灭迹 尸体都扔到了那条臭水沟里 这个数字比警方掌握的三个失踪女青年 又多了两个 当然了 咱们办案得讲证据 在对曹家进行搜查的时候 在炕边上 主柜上 天棚上等等很多地方 发现了喷溅的点点血迹 同时呢 还在家里的隐蔽处 发现了大量的女人金银首饰 皮鞋 提包等等东西 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录像机 几盘黄色录像带 这些东西证明他应该和失踪的女青年 确有关系 血迹检验的结果也证明 这里就是杀人灭迹的第一现场 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奇怪了 你怎么早不搜啊 早搜出这些来堆在他眼前 他还怎么扛啊 咱们办案得讲法律 刚开始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啊 你还不能搜他家 现在他招供了 你才能够办这事儿 10月26号的上午 刑警们压着曹亚祥 来到他指认的抛尸现场 于洪区杨世乡 郑家铁道口 东边1.5公里长的那条臭水沟 说是臭水沟啊 都美化他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化粪池啊 里边黑乎乎的 他看不出来是水 什么都有死鸡死狗各种垃圾 那味您别说呼吸了 睁眼睛都熏得慌 大家伙啊 拿着防火用的勾连枪 勾连枪好多朋友没见过吧 现在好像没这家伙事了 过去就好像一根红鹰枪 这红鹰枪这毛头的边上 还焊着一个倒钩 哎 这么个东西 拿勾连枪在这臭水沟里往外搂 一共打捞上来女性的头颅骨盆等等 共计二十 要做买卖 后来他跟方某要这笔钱的时候 方某说没钱 哎 把家里的录像机搬过来 放在他这当地呀 这东西也不值三千五啊 他看方某有点想耍赖的意思 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杀了 三十六岁的王某呢 是沈阳铸造厂的工人 单身 曹亚祥跟妻子离婚之后啊 这俩人就同居了 他还一本正经的跟别人介绍 说这王某就是他媳妇 可实际心里头啊 他只不过是想解决一下这生理需要 根本就没想结婚 但是王某当真了 他总问曹亚祥 咱俩什么时候领证 什么时候办喜酒啊 我要跟你结婚 一来二去的 曹亚祥心里头烦了 用同样残忍的手段 结束了王某的美梦 杀害方某和王某的地点 并不是在铁锡区他的家里 而是在临近的余洪区杨士乡 冶金修配厂宿舍 临时租用的建议房里 抛尸的地点也变成了辽中县 和沈阳长途西站的几座公共厕所 这个案件破获之后啊 有人就怀疑 这曹亚祥是不是有精神病呢 得给他做个鉴定 也有记者采访了他 成为了死球的曹亚祥 双手被靠着 脚上也砸上了料子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记者 在采访谈话过程当中 他神智清醒 谈吐自然 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 专家们的鉴定结果也说 这个人呢 不属于精神疾病患者 但是呢 他有典型的变态人格 问到他作案动机的时候 他说 我这是为社会除害 这些女的每一个好货 都是小姐 都是卖的 我这才下狠心杀他们 他作案的手段呢 也几乎都是一个模式 女青年被他骗到家里之后 俩人儿滚床单 滚完之后 你是畏色 人家是畏财呀 每当这些女青年 提出要前务的时候 曹亚祥就下手把他们杀掉 毁尸灭迹 在之后的审讯里 他一共交代出来 杀害了七名女青年 作案的时间 是1995年的3月到同年的8月5号 5 6 7 9 9